今集想說一下金錢的五大玩法 看不見嗎?好像反了 哎呀,很疲倦 好,不要緊,我照說 首先,如果你想發達 即是要看這個影片,多謝你 五大玩法認清金錢 第一,不要討厭金錢 萬物加有靈 其實金錢也是有感受的 金錢是像人一樣的 你是要哄她的 如果,例如,我是你女朋友 那你放風回來很累 再跟我說,哎呀,我很累,我怎麼了 我說,是嗎? 不夠理你 那你會怎樣? 當然非要救我吧 好了,金錢也是一樣的 金錢是要你去理她的 如果你心裡是覺得,哦 錢是買不到快樂的 錢就不是萬能的 有錢人不等於快樂的 賺錢的那些人 是因為他們騙那些老人家 做一些不務正業 不等小的東西 不努力 才賺這些髒錢 那些錢是聽到的 那些錢是會有耳朵的 他就說,OK,沒問題 如果你不要我的 那我就不會給你要 吸引你的法則 說法就是 如果你心裡 可能是因為 jealous 到別人有錢 你自己又沒有 或者是因為你自己沒有錢 你是缺乏錢 這件事 然後你就去找個藉口 令自己過得好一點 就是,哦,我都不用要錢的了 我要快樂的了 我要穩定的了 我要這麼多錢 就是你用來掩蓋自己心裡 其實覺得 我是沒有錢 我是不好 很缺乏的 那你就去討厭那些有錢人 因為你覺得容易 你討厭那些有錢人 那你就清高 是不是?我好清高的 我不喜歡有錢人的 沒問題啊 那宇宙就 OK,OK,你當然清高 你就不要再有錢人 他不會讓你再有錢人 因為你不喜歡有錢人 如果你看不起錢的話 你認為錢是不重要的話 那錢就不會給你的了 錢是要尊重的 如果你覺得錢是重要的 我很喜歡錢的 我偶爾拿錢出來親一下 那錢就覺得 你喜歡我 好吧,好吧 我多給你一點 好了,第二點 金錢是一個遊戲 那不要看得它那麼重 不要覺得錢啊錢啊錢啊 很重很重 這個人生大大大課題 其實錢是一個遊戲 而且是一個Double Game 你要試一下 我玩這個Money Game 就是把錢Double 這樣而已 你要想 好了,首先你要定個目標 你想發達的 什麼叫發達呢? 什麼為之發達呢? 你要想一個 真的一個數字出來 好了,例如我們說 我要100萬現金 要兜兜現金 那你現在有1萬元存在 那你就真的想了 要Double Game 那1萬元怎麼變2萬呢? 2萬怎麼變4萬呢? 4萬怎麼變8萬呢? 是嗎? 只要變到7至8次左右 你就要約8幾萬的 你就會發現 但當你第一個Double難 第二個Double難 第二個Double難 當你已經去到32萬 然後變64萬 其實是很容易的 而當你已經去到164萬 你要做不做呢? 其實是很容易的 當你做到300萬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數字來的了 你已經做到600萬 然後已經不是什麼 但你現在看得很重 覺得 哎呀,我現在要用7000元來買東西 哇,很貴很貴 這樣 因為你看得太細了 你只要去想 例如 銀行借錢 他借錢給你的 例如你要買車也好 買樓也好 或者Personal Loan也好 個人貸款 那銀行借了錢給你 他收利息 Depend你借什麼東西 其實銀行 一至五年左右 就Double了 去借給你那塊錢 你想想多容易 他借錢給你去買的車 那其實你只是用Double的錢去買這個車 只是你現在這一刻沒有錢 你要借錢 那所以我自己呢 人行很好賺的 我自己就不會借錢買車的 我從來都是存錢 想想想 一輛車一萬元 是不是? 那如果我存一年 或者兩年 我存兩年 我存到一萬元 我就立刻可以買的 那為什麼你要 你要付二萬元 分開五年來還 然後那一萬元 其實給一個銀行 那為什麼你要做這件事呢? 你Plan好一點 你就可以存到 那你這裡省 那你這裡省 那你省 省完之後 那裡再去變變變變 變錢 那錢就會越來越滾越大 那是一個遊戲 好了 第三點 金錢呢 只是一個能量 就是 一什麼都是一個能量 我們其實 賣物都是一些能量 你什麼負能量 正能量 全部都是能量 好了 錢呢 和愛一樣呢 是能量 其實是無限量的 就不會說 我付出了很多愛 那這些愛就會少了 或者我這裡收了很多 有個人很愛我 他愛了我很多 在地球某角度 有個人就會少了一些愛 是不會的 但是又不會說 這個世界上 只要20億萬千億個錢 那可能我今天賺了200萬的 那地球上可能 某個農村 整個村就沒有了錢 是不會的 錢是一個能量 就是你要付出收入 付出收入這樣 那你要 不斷賺錢 洗錢 洗錢 這樣 那是循環的 這能量是要轉來轉去的 你不能說 吃了錢 儲存 那又不行的 你這裏賺 那裏給那些人 那裏那裏就在賺錢 那裏賺錢 他又開心 又去給洗錢 那裏那裏就賺錢 那裏就要賺錢 那你要想一下 宇宙是和央行一樣的 是會一直印銀錢 印銀子 你要多少 他就會給你 金錢 是一樣用來買時間 和買自由的工具 那你不要覺得錢不重要 錢是很重要的 因為錢是可以買到你的自由 和時間 那你有自由和時間 那通常你都會快樂的 那所以錢呢 是可以買到快樂的 好了 例如 每個人都只有24小時 那我們普通人呢 就拿了三分一的時間 做上班 然後三分一的時間 我們睡覺 三分一的時間 就是自己的時間 其實是不夠的 好了 那你想一下 如果有錢人 就是用他的錢 買你的時間 變得有錢 所以時間 等於金錢呢 是一樣的 是對的 道理 你要去運用 如何用錢 帶來財富 換自由 好了 例如 有間炸雞店 你在炸雞店的員工 你每個鐘 就時薪三十元 那每個鐘 你就可以炸了一百塊雞 那我老闆收客人 五元一塊雞 那即每個鐘 他就可以賺到五百元 好了 那如果一個店 有五個炸雞 那即每個鐘 老闆就收緊二千五百元 那如果每天 一間店只開十個鐘 那即其實 老闆就已經收緊二萬五千元 他又不用坐在那裡 那如果員工做十個鐘 只收到三百元 那你可能計 我有水電煤 當然有成份 沒有東西的 那我當一半 是不是 或者一大半 那即老闆一天 坐在一萬元 坐在一萬元 那你又會想到 哎呀 好risky的 那你也不知道 不是真的賣到那麼多 那可能會選好呢 嗯嗯嗯 你不就繼續想這些 你不就繼續賺一三百元 我老闆不要緊的 老闆不就繼續賺你的錢 好了 第四點 那要跟這個金錢呢 搞關係 金錢就要 好似溝女的 你要溝回來的 那要哄啦 要增值自己啦 令自己很厲害啊 很有才能 很有才華啊 自己很厲害啊 好sexy啊 那些錢呢 那些女兒呢 就會湧過來 被你溝的了 基本上那些女兒 就會自己走過 跌倒 這樣 那錢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的人呢 很厲害很厲害的 那些錢呢 都會湧過來 我喜歡這個人 很sexy啊 好 例如啦 當你啦 去雙體啦 去speed dating啊 認識一個新女生 或者你剛認識一個女生 你約他第一次餐廳吃飯 然後 那女生當然是化妝啊 特別做得漂亮一點 扮漂亮啊 穿衣啊 那通常都是那些漂亮的女生 才會吸引你的啦 那說真的 你也是這樣 但是沒有理由 你看到一個美女 跟她吃飯之後 她都會說 其實我喜歡自然美的 我不喜歡那些人呢 化妝的 化濃妝我不喜歡啦 我喜歡掃眼的 說真的 有多少個女生掃眼 是很漂亮的 掃眼都很漂亮的 那些女生就不會要你啦 是不是 那你在那裡說 嗯 我覺得呢 你那些有時候扮漂亮啊 只是喜歡買衣服啊 喜歡去健身啊 很膚淺咯 這樣 沒問題啊 那些女生聽完會怎樣啊 我喜歡化妝 我喜歡扮漂亮 我喜歡買衣服 我喜歡做健身 是因為我想保持自己美麗 我想保持自己身材好 我想保持自己皮膚好 我喜歡漂亮的東西 我想令自己漂亮得久一點 但是 我都有我喜歡其他的東西 我都有嗜好 我都有人生 我都有 我的上班 我都有我的圈子 我都是我喜歡讀的書 不過不要緊的 你只覺得我 因為我只喜歡扮漂亮 已經覺得我不是 你這麼膚淺的話 我都不會要你的 沒問題 我就找另一個型男 又喜歡做健身的 又大隻的 又同樣喜歡扮漂亮的 喜歡一些心得的 找這個人跟我聊天 那我就找那個型男去拍拖 錢也是一樣的 那 如果 即是你在這裡 嗯 嗯 好像很 很渴求 那樣 不可以的 女也是一樣的 你不可以好像很 啊 哇 我很要錢 我很想拍拖 我又A又西 怕人 怕沒有人要 我怕死沒有錢 我怕死怕窮 我怕嫁不到人 我怕認識不到女生 我怕 錢也是不喜歡這種人的 你想想想 你追女生 你真的要挨揍她 麻煩你 扣一下你 你跟我拍拖 你試一下 這樣 不會 是不是 即是 你很厲害 那女生就想問你 我可不可以跟你拍拖 這樣 錢也是一樣的 錢是不喜歡你們這樣 所以 你 不可以煩惱別人 賴死不走 是會嚇死人的 錢也是一樣的 那你就要自己 增值自己 錢就用你了 好了 第五 就是要不斷地買財富 去買財物 而不是買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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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例如 如果無緣無故 有人送500元給你 政府不知哪裏 每個人都有500元 有身份證 有500元 正常人 就跑去買鞋 買衣服 吃個大餐 500元就花了 但是 如果給有錢人 他就拿一個投資 這500元 無緣無故開轉頭 變回5000元出來 因為 這個就是 窮人 一收到錢 就可能會 可以交費 交標 交管理費 交電話費 或者買東西 也沒什麼剩 好了 如果中產那些 你給錢 你給500元 或者你給錢 或者大家也要一萬元 或者二萬元 他就拿錢來供車 公樓 如果你 再多些錢 我就買更漂亮的房子 再買更漂亮的車 又供車 去公樓 去找座帳 一樣都是沒有錢證的 到你有錢證的時候 去購物 去旅客行 都是沒有錢證的 但有錢人就不同了 他就會去買更多的財產 他會去買一層樓 但即時收租的 不是中產 買一層樓是用來供的 你還要買一層樓 你還要偶些錢出來 但有錢人就是買一層樓 立即收租 或者他會買公司 或者他會買別人的生意 或者他會投資 所以有錢人 因為錢買來買去 都是買一些會變錢的傢伙 那就越來越有錢 而窮的人 你給多少錢我 我都會洗歸出去 那就越來越窮 所以你要知道 這五大的玩法 你就會慢慢就會有錢 謝謝